关于团队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交叉的规则 交叉大家明白吗 交叉 有明白的告诉我 有没有交叉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团队发展的越来越大的时候 当你是一个人五个人十个人 什么问题都可以比较容易的解决 就是发生交叉的时候 但是市场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会发生这样的交叉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就会知道 这个交叉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团队 如果还不是很大的时候 及时开始堵住这样的问题 首先做团队工作 交叉是必然存在的 这个情况交叉是必然存在 我简单的说一下交叉 就是说比如说我和Coco 都认识了一个新能 这叫交叉 对吧 我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当我们更进一步要带到团队 或者教室的时候 比如说我把他带到教室了 Coco就看到了 哎呀 这个我也在跟进 哎呀 所以这种情况交叉是必然存在的 尤其是无意撞车 说明伙伴们都在积极行动 无意撞车就是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们跟同一个人在跟进 新朋友 Amy 老师说 出现交叉 关键是领导人的心态 思维 视角 格局很重要 处理团队 交叉的根本目的 是通过 处理交叉问题 提高领导人的境界 遇到交叉 如何交给领导人 能彼此推崇 学会说 让 这是个很艰苦的工作 能成熟到让 而不是真 领导人的心胸和境界就升华了 大家听了这一段话 是不是有点明白 因为碰到交叉 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碰到交叉 当我知道跟某个领导人 有交叉的人的时候 我要去推崇对方 这个我们也在讲 一定是推崇对方 学会让 但是说让 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那这个是领导人的心胸和境界的问题 那我们如何通过学习 改变 成长 我们的境界 自然而来就会什么 升华了 不是真 而是让 就是说我已经知道交叉了 我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做法 反映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境界 成熟度 你的成熟度到哪里 作为领导人的成熟度在哪里 是不是让 还是想争取 这是正常吗 这是很人性化的 对吧 我觉得去争取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正常的反应 这非常 就是说 人的心意吗 很正常 所以 所以他 艾米老师就这样讲了 关键是领导人的想法 你的心态 你的想法决定你的心态吗 还有你的思维的格局 你的眼光 你的看问题的角度 格局都很重要 所以 一个领导人 如果你的 这些的格局的 境界的提升 是我们通过学习 才会得到 生还 所以学会让 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我也 经历和看到过 很多这样的情况 所以很多我们在 遇到其他团队 遇到了说 哎呀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问题 都是跟团队的人际关系 出了问题 实际上就是涉及到一个浪 一个真的 这两个字吗 对吧 处理好团队交叉 有三个前提 第一 团队 团结是定位的 团队的团结是定位的 这是我们每一个领导人 首先要 放在定位的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不管是 正面的 负面的问题 产生 我们每一个领导人 要考虑的是 团结是定位的 因为团结 才会有力量 众人失火 众人失财 怎么说 众人失财 火焰高 对吧 这句话我说对了 众人失财 火焰高 这就是团结 所产生的力量 我们要为一个 共同的团体 去付出 自己应有的一份力量 那这个力量就会很大 所以团结是第一位团结 一定要记住 那第二 综合考虑各市场伙伴 和领导人的成熟度 综合性的 要考虑各个市场的伙伴 和领导人的成熟度 这个是什么 就像比如说 我现在的位置 我现在站的立场 我大概都知道 整个 因为整个市场 我都知道 但我也会知道 整个市场 每一位合作伙伴 每一位伙伴 从我开始的 每一个伙伴 还有领导人的成熟度 在哪里 我也知道 因为什么 是从进入幼儿园开始 升级到小学 在初中高中 这个过程我都看到 对吧 所以我是不是比较有发言权 那 比如说 营销团队 营销团队 他整个市场 他是不是也很了解 我对营销团队的情况 也非常的了解 但是 还有一些细小细小的事情 我不一定看得到 也不一定知道 对吧 我现在是 我是举例 你们不要 对号入座 那 营销 肯定比我更了解 一些细节的问题 对吧 肯定的 团队里的一些细小的问题 但是我是属于综合性的在考虑 在考虑 那有的 比如说 营销团队的 现在的 在从事这个生意的各个伙伴 领导人 我也直接都有接触 我呆呆 我都明白 他 他作为领导人的成熟度在哪里 那 营销作为领导人的成熟度在哪里 我也知道 那他的伙伴的领导人的成熟度在哪里 我也知道 因为都接触过嘛 对吧 我们都经常接触 所以大大会分かる 但是 很小很小细小的事情 我不一定知道 对吧 但我的立场 是综合性的在看这个问题 那作为营销 他也是这样 作为他的 立场 他也要 有综合性的去考虑 他这个 各个合作伙伴 市场 他也要掌控 每一个领导人的 现在的状态 心态 那就是他的成熟度在哪里 遇到问题 怎样去解决问题 的方法 先想反映出一个成熟度 对吧 好 三 不要为个别新人 伤了领导人的感情 影响团队的团结 和团队的领导人 之间的信任 否则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就很得不上识 大家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不要为了个别新人 伤了领导人的感情 就领导人之间的感情 本来是合作的很好 因为一个新人的交叉 跟进的问题的发生 对吧 我们没有 让这种精神 这种境界的话 会伤了领导人 跟领导人之间的感情 这个 我读到这句话 我就想到 某某团队 他们领导人 跟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的紧张 像公一样的 拉开的 随时都有可能 就是说 要发生问题 因为这个 亲耳听到 也亲眼看到 所以 这个 也是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 就是 就是说 真人嘛 就是真嘛 真这个人是应该给我 还是应该给你 就这种问题 发生很多 那他会影响团队的团结 大家都以各自为政 来对付 对付 就是说外围 对付对手 就是说各自为政 所以这样的团队的情况 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 那种氛围 对团结的 就是说工作 运作 都会起到很大的阻碍 会影响领导人之间的信赖感 信赖关系 那大家 信赖关系没有 就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也防着你 你也防着我 是不是他会抢我的人 哎呀 他是不是在背后 来做我团队的小动作啊 对吧 以前 我们团队也有过这样 个别的领导人 对吧 这个领导人不在 这个领导人的新人在的时候 那他就会欺负这个新人 有会啊 对吧 但是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 因为新人会跟 跟这个领导人讲啊 你们团队啊 这个人很可怕啊 你不在 他还欺负我了 怎么怎么 因为这种情况都听到过 所以当我们 没有在学习这样的规则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自私的 我们是私利会产生 因为这个人 反正不是我的人嘛 对不对 我随便怎么样都可以 那有的呢 就会什么 在新人的面前做出一些 作为这个团队的领导人 就是说 活着伙伴 不该做的那种行为 都会做出来 所以就会让 大家都没有一个安全观 领导人之间就会猜疑 就会猜疑 就会没有安全管 就会担心 那这个团队 还能够干事情吗 还能做事情吗 不用说团结 两个字根本就没法去做团队的工作 所以处理好团队交叉呢 只有三个前提 就是让我们明白 我们要在这个三个前提里面 我是否有过这样的情况发生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还有现状 我现在的立场 你现在的位置 你现在的身份 你所考虑的问题 该从哪个角度去考虑 那第一个就是说 跟进中的新人 跟进中的新人 我们知道 就像我刚才在举例的 比如说我跟库库 同时在跟进这个新人 那是还没带进 带进团队 还没带进教室 他也在跟进中 我也在跟进中 这跟进中的新人 那会发生一些情况 他后面括号里 各个市场关于时间 可以灵活安排 那他是说带进 把新人带进 比如说教室 是谁先带进的 这个里面 还有谁先认识的 这里面世界 那就各个市场 要根据自己市场的 这个当时发生的情况 要去了解清楚 跟进中的新人 对吧 如果带进 发生一些 就是说重叠啊 重复啊 都会有 上下级的撞车 有吗 也有啊 一般浪下级 个别特殊情况 不方便浪的 向上咨询 有高级以上领导人反应 向 并解释 给下级 为什么不能浪 那有这样的情况啊 上下级撞车 我刚才说的 我刚才说的那个 跟Coco 比如说同时再跟进一个人 就叫上下级撞车 他跟 因为上下级撞车的时候 一般都是上级 浪下级 这是我们耶哥系统 优良的传统 和作风 作为领导人 应该要境界更高 所以一般是浪给下级 那个别特殊情况呢 有不方便浪的 因为特殊情况 因为你知道的情况 跟他的知道情况不一样 那这个个别情况 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 但是在这里 就是说没有具体讲 只是说个别的情况 不方便浪给下级的 那就要向再往上 因为这不说了吗 要浪给下级 怎么他不愿意浪给我 那不愿意浪给你 肯定这个上级 他肯定有什么原因 或者有什么私下的问题 不方便浪给你 那这个呢 就是要向上反应 那就是高级以上的 肯定是滴滴以上的领导人 对吧 向上反应来解释 为什么不能浪 一定要解释 你不解释他不知道吗 心里永远存着一个 解 这个解如果不解除的话 上下级的配合就很难做到 所以非常的重要 上下级撞车 肯定一般的情况 都是浪给下级 因为我这种事 我都碰到过 对吧 我都浪给下级的 我不会去那个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一个系统的 这个现在一直在遵循的 上海的团队 也一直在遵循的原则 那除非特殊情况 我们在个别沟通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还有一个旁部门的撞车 这个是普遍都有的 旁部门的撞车 那比如说 对下团队的伙伴 跟元宵团队的伙伴 这就叫部门 之间的撞车 那这样的情况 就以谁约到中心会议 中心会议上 或者以讲计划为准 谁先讲计划的 或者谁先约到教室 我们说中心会议 比如说我们的学习 对吧 那还有我们的梦想周末 等等中心会议 比较有一点 有一点节别的会议 那今天晚上也是一个会议 对吧 谁先约到中心会议上 或者以讲计划为准 有的是先讲计划了 对吧 各市场呢 要有具体的规定 那我实际上这个问题 我们团队 我也是以谁先约到 因为那时候有教室 先约到教室 那或者谁先讲计划 以日期为准 对吧 其他的伙伴呢 这个时候其他的伙伴 要停止跟进 那一旦知道是这样情况 其他伙伴一定要停止跟进 如新人 六到十二个月内 未办卡 比如说跟其他人停止跟进 那新人呢 那其他人停止跟进 那这个这位伙伴 要继续跟进了 对吧 因为他最先领进来 那如果继续跟进的时候 六到十二个月内 没有办卡 其他人可以跟进 其他人可以跟进 但是呢 这个肯定要把这个情况 要确认好以后 才可以跟进 但是括号里面有一个 不允许在中心简论 这里说的中心 就是我们的会议教室 不允许在中心简论 这是因为其他原因认识的 无意交叉的才算 但是他就有一个前提 不是在中心认识的人 就是说这个新人 中心认识是我们带新人来 他还没办卡 但是带中心来到中心来 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活动啊 或者什么 那这样认识的人 不是在这里认识的 而是在其他场合认识的 什么原因认识 比如说线上加卡 或在其他的地方场合认识的 所以跟这个伙伴交叉了嘛 那他先约过来的 交叉了 无意的交叉 这样的情况才算 不是在我们教室 或者我们的活动当中认识的 交叉的上级领导人 最好不要穿意 因为旁部门发生这样的问题 那交叉的上级领导人 最好不要穿意 如果穿意呢 沟通时不要有倾向 如果穿意 比如说 这个明白啊 如果这个 这位伙伴带来的人 如果我们上级 比如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 这个时候比如说 我举例啊 毕霞跟云霄两个人 同时认识的交叉了 对吧 那我呢 就是说不能够 怎么说 不吗 就是说 毕霞是 我是他的领导人 云霄呢 他有他的领导人 那我们如果 我穿意里面 我会偏向毕霞了 对吧 所以我不能穿意 那还要往上反应 或者把具体的情况 同时穿意 同时沟通 那比如说四个人 坐下来 一起来把这个情况 说明白 我们来这样 不能单方面的去 好吗 沟通是呢 就会有倾向 有偏向水 那另外呢 是要有新人 自己选择 我们也碰到过 这样的问题 我想想也有碰到 到底这个新人 加卡加在哪里 但新人就很为难 到底加在这里呢 还是加在 他也对我很好 他也对我很好 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对吧 所以以前接触的伙伴 和后面跟进的伙伴 都可以跟进 加入时候 有伙伴自己选择 以前接触的伙伴 和后面跟进的伙伴 都可以跟进 加入时候 有伙伴自己选择 所以呢 就是要这个新人 自己来选择 但是我们不能就说 哎呀 你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 他也跟他讲 他也跟他讲 那他就会为难 好吗 我们再重新读一遍 旁部门撞车 以谁约到中心会议上 或者以讲计划为标准 各市场呢 要有具体的规定 那其他伙伴呢 就停止跟进 如果新人六到十二个月内 还没有办卡 其他人可以跟 但是不允许是在中心 减人 就是中心减人 就是中心 在中心会议啊 活动中 加的微信 你把它作为自己去跟进的对象 那就不对了啊 只是因为是其他原因认识的 无意交叉的情况才算 交叉的上级领导人 最好不要穿意 如果穿意沟通时呢 不要有倾向 要偏向谁啦 有新人自己选择 以前接触的伙伴和后面 跟进的伙伴都可以跟进 加入时候有伙伴自己选择 领导人切勿因无意撞车 而互相排车 这句话是非常重点 领导人切勿因无意撞车 而互相排车 互相排车嘛 就是不推崇对方 就是要争嘛 要抢这个人嘛 对吧 那我的伙伴 也跟他在跟进 那他的伙伴也在跟进 两个领导人的两个伙伴 都在跟进这一个人 那肯定在沟通的时候 会有偏向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 最好呢就是说 往上反应 我觉得那这样比较公正 另外刚才也说了 以什么为标准 约到中心 那还有一讲计划 对吧 如果继续跟进的 其他人停止 那如果六个月到十二个月 还没有办卡 那也要通过沟通 领导人之间 要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 对吧 他是不是在中心认识 还是在外面认识的 所以这些情况 都要了解清楚 我们才能够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那最后呢 有两个推荐的是不可能的 最后还是要 心认自己来选择 所以现在我在讲这个 可能有点绕口 大家把这段话 重复的重复的去读一下 那可能就会更明白 总之 就什么不能什么 互相去争 或者讲自己有力的话 我们要有让的精神 那领导人呢 一定要首先成为榜样 该怎样去做 非常的重要 好吗 我们以团队团结为重要 那还有一个建议 这些是处理交叉问题的普遍建议 一个团队 已经在耶哥办卡的 比如说 已经在耶哥团队办卡的 我鼓励大家最好不要 尤其是其他市场的 大的旁部市场 大的旁边的市场 这句话明白吗 已经在耶哥团队办卡的 我鼓励大家最好不要去接触 也不要去跟进 为什么 他也许办卡了没做 跟领导人有发生问题 什么 业务上的事情 不开心了 可能会来跟你讲 因为他跟你是旁市场 都是耶哥团队的旁市场 其他旁市场 他跟你讲 因为跟你 有人嘛 就是说不开心了 他就会抱怨嘛 对啊 对领导人抱怨 是我们都会做的那件事 我也做过 我也是人嘛 对吧 都有一个成长过程 但是呢 有的呢 就会想 哎呀 那个什么 我这边做的不开心 我还是跟你做吧 我跟你投缘 那这里告诉大家 我要鼓励大家 最好不要不要去 更进一步深入的去接触了 特别是 是这个大的旁部门市场 以他三个感叹号 大家看到 本市场内 本市场内就自己的团队 同一个区业 或者同一个高级主任的市场 同一个区业 同或者同一个高级主任的市场 他因为这个是一个DD的团队 一个FPT的团队 特别是啊 在本市场里 如果对方没有了身份 要超过两年 并经过咨询允许后 可以跟进 明白吗 这句话 如果是 我们都是一个系统团队 不管他是 是另外一个 高级FPT的 对吧 市场的 如果对方 他们人跟人之间 都会有矛盾 或者发生这些矛盾 他不愿意做 他有解约了 一定要知道 他是没有了身份 解约了 而且超过两年 超过两年以上 而且你要经过咨询 经过咨询领导人 允许后 你才可以跟进 他已经不做了 他已经卡没有了 对吧 他也是耶歌团队的 别的市场 耶歌团队的吧 那我又什么 不可以跟进啊 不对 在我们耶歌团队 他是有特别要求的 就是说 虽然他已经过了两年 但是你要去跟进 可以跟进 但是你要跟进之前 一定要经过咨询 上级领导人 一定要跟咨询线 汇报你的想法 要去咨询 我可以不可以 去跟进这个伙伴 要得到允许后 你才可以跟进 大家一定要明白 好吗 一定非常重要 这个啊 绝对不允许 攻击其原有上级 哪怕你跟进也好 现在这个人你可以跟进也好 还没有可以跟进的时候 我刚才讲的 这发生 他们发生的这个矛盾 你绝对不可以 去讲这个上级的不好 攻击 不允许去攻击其 这个伙伴 就发牢哨的 这个伙伴的上级 对于有身份 即使对方没在运作 有卡或者修纸期不符合 也严禁沟通 对于还有一种 就刚才讲 他没有退卡 他的卡还在 还有还有身份 但是他没有在运作 Business 没有在运作 有卡或者在休息状态 修纸期不符合 也严禁沟通 我们现在是指的 我们耶歌团队 就像很简单 就是我们现在在日本的 耶歌团队 我们是日本耶歌团队 比如说 陛霞这边 有个伙伴跟陛霞发生矛盾 心情不好 他跟云霄团队的伙伴讲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就抱怨或者怎么样 那林霄团队的伙伴呢 就要什么 推崇陛霞 而不是跟着他一起讲 你跟着他一起讲 就是在攻击他的上级领导人 就攻击他的领导人 对吧 那也不可以跟进 那就是这个人退卡了 就林霄下 不对 陛霞下面这个伙伴退卡了 两年已经到了 你要去跟进 可以吗 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跟咨询线 上级领导人咨询线 需要把这个情况 咨询一下允许 不允许 如果不允许 你就不可以去跟进 允许后你才可以跟进 这是在我们耶歌团队 所规定的 那有卡或者在休息状态 没有在运作 你根本就不可以去跟那个去沟通 严禁沟通 在我们耶歌市场 大家一定要注意 非常非常重要 好吗 那刚才已经讲 已经在耶歌团队办卡 但不要去跟进了 对吧 最好不要 他会伤感情的 领导人之间 那三 严禁在会场内 在会场内 在领导人群以加旁部门的威信 因市场配合需要 如果要加 也是因为市场配合需要 由共同老师允许的 可以加 就像毕霞跟云霄团队 如果下面的伙伴 有配合的需要 那也必须要通过云霞跟毕霞 两个人的允许才可以加 我们团队也发生过这样事 我也是这样讲的 我也会跟领导人讲 这个伙伴跟谁谁谁 有一个配合 或者需要跟他联络的时候 对吧 能够能否加个微信 这种情况也有 那必须在允许的时候 共同的老师允许的时候可以加 所以那一般没有这样的必要 没有这样的需要的话 是不可以加的 颜禁哦 这里用的是颜禁在会场内 在领导人的群里加旁部门的微信 反正在会场内 还有在活动当中 我们两个人聊得很开心 很投缘 两个人加微信 这个都不允许 必须要有工作上的需要 配合上的团队 工作的配上需要 得到领导人的允许 才可以 那这个是我们以前也在家的 对吧 有的人说哎呀 你们团队怎么这样 哎呀 不可以 实际上你要知道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 什么理由来到这里 是为了实现你的梦想 实现你想要达成的目标来到这里 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 改变 成长 创业 对吧 如果两个人都还不是成熟的领导人在一起 最后两个人啊 你讲你的他讲他的都讲负面的东西 你说这两个人还能活下去吗 活不下去了 对吧 都要死掉的呀 对团队的工作 是一点都不利 所以很好解释 如果遇到这样情况 就可以把这样去 我们来到这里目的是什么 如果来到这里不是这样的目的 对吧 那就别在这里 对吧 你到外面去交朋友都可以 但是在这里我们共同的目标 我们要实现我们共同的 我们各自的梦想目的在这里是干什么 不是来浪费时间的 不是来谈八卦的 对吧 没有必要 那这样的话还不如不要在这里 对吧 去你喜欢去的地方 那才是更好的 对不对 好 那另外 处理交叉的 还有一个普遍的建议就是 第四 严禁伙伴自己随意挑选领导人 严禁伙伴自己随意挑选领导人 这个严禁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有的 对吧 他自己想跳 跟你很聊得来 我又跳到你那边 过一阵跟你又不合不来 我要跳到那一边 这是不允许的 特别是耶歌团队绝对是不允许的 这个我听过 王鲁岩老师 费老师 还有一个叫什么老师 正好我那时候在上海的时候 我正好听到他们在讲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也知道 这个一般团队肯定的 不光是耶歌团队 其他团队也是这样 没有自己来挑选 什么我自己也要随意挑选领导的 这个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 好 还有一个第五个就遇到无意交叉 又确实不好辨别的 有交叉点上面的成熟的领导人来负责结局 明白吗 也是无意的交叉 但是呢 又没办法是辨别 是谁先讲计划了 怎么样 因为特别是对讲计划的 那还有谁跟进 谁最早跟进了 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我也处理过 对吧 谁先跟进的 什么时候跟进的 实际上现在很好的一个就是微信 微信上面都有记录的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那你自己没办法辨别吗 对吧 对方的你也没办法辨别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交给上面成熟的领导人来负责解决 有责任性的 有原则性的领导人来负责解决 所以我们每一个领导人从我们自己在学习改变成长过程中 一定要以原则为准 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导人 这样我们才能够带好自己团队 那你的伙伴对你就是一百分的放心 对吧 没有不放心 没有什么 我没有 我对我的领导人没有安全感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很糟糕了 对吧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那有的没办法确认嘛 我们就是交给上级更上级成熟的领导人 这是最好的建议 千万不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那遇到交叉 请务必相信你的领导人 我们相信领导人 相信咨询线 遇到具体情况 不好判断的 以领导人的判断为准 那遇到交叉了 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自己的领导人 所以我这次在上海 把团队的工作 托付给亨达老师 对吧 亨达商 为什么我会托付给他 因为他是我相信的 我的领导人 如果我对他没有信任 我怎么敢 把团队交给他 那问题是他让我安心 让我有安全感 那我就会很相信他 对吧 所以我跟几个领导人说 有问题直接找 亨达商就可以 去咨询 都可以的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成为 让别人有安全感的领导人 让自己成为 让别人可以信赖的领导人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就是我们平时 在做团队工作 沟通啊 伙伴的连接啊什么 我们一定要以原则性 要有原则性 而且是要有诚意 诚信 这非常重要 我们前面也学过 对吧 25项这本原则里面也有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相信你的咨询线 相信咨询线 那咨询线 作为咨询线的领导人 肯定一定要 让你的伙伴 有安全感 信赖关系啊 所以遇到具体的情况 可能有的时候 没办法判断 不好判断 没办法判断 一定 以领导人 那到底怎么办呢 这件事 是A的还是B的 是A上的还是B上 那还是以领导人的判断为准 因为成熟的领导人 他有这样的经验 相信他的经验 当然我们作为当事者 一定要以有让的精神 为第一 而不是以真为第一 一定要有让的精神 那成熟的领导人 他的判断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要相信 肯定会遇到没有办法 判断的很多事情 好 第七呢 团队工作呢 最好不要轻易介入 伙伴的家庭 以及生活 对方如果向你倾诉 请扮演好倾听者 不要轻易介入 更不允许传播 团队关系越单纯越好 就像部队里的战友关系 比如为伙伴找工作啊 介绍生意啊 设计金钱 情感等等等等 绝对不允许介绍对象 尤其是旁市场之间 如果旁市场之前 因触对象等原因交叉的 请务必咨询 并遵守领导人的意见 这里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大家一个一个的去理解 所以团队工作最好 不要轻易介入伙伴的家庭 及生活 如果对方 如果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 就像我带团队 带到现在这么多年 这种伙伴的家庭 以及这些发生的问题 都很多的 所以你以什么一样的态度 和姿态去面对 这非常重要 因为会涉及到隐私的问题 所以作为对方 如果向你倾诉 是对你相信 如果人要有一个倾诉的 地方嘛 对吧 但我们只能扮演倾听者 不要轻易的介入 如果我们随便的介入 或者什么 就会造成家庭分裂 对吧 家庭不合等等 那如果已经知道一些问题了 也不允许传播 因为这是隐私问题的 对吧 所以但是我们团队 我因为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跟你的上级 如果这件事情很纳索 很难去解决 需要有需要领导人的建议的时候 要寻找什么信得过的领导人 对吧 那他有经验 可以给你提供方法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 月理不一样的 生活经历 社会经历都不一样 那如果知道了这个问题 但是不帮助他们 又于心不忍的时候 所以一定要找到 就是说有经验的领导人 必须要去解决的话 要介入的话 所以能够不要介入就不要介入 好吗 我们在这个环境里 我们要明确 我们应该做的什么事情 我们要做的什么事情 我们想要达成的是什么事情 自己一定要明白 就像我经常说 知道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 我要去向何方 所以把一些都是杂乱的东西都砍掉 对吧 去掉 单纯一点比较好 但是有的时候会 有的事情就发生了 因为我也遇到过很多这样子 非解决不可的 非要介入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根据情况介入 但是不允许去向别的人去传播了 哎呀他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哎呀他跟他老公关系了 哎呀他跟他 哎呀这种乱七八糟 就是说你不失传 你不能成为一个 不允许这个道德问题了 品德了 那另外括号里面还讲到 比如为伙伴找工作 介绍生意 他在从事这个生意 你又帮他去介绍其他生意 这种情况我也知道 有过啊 我这个莫名其妙说 你到底要叫他做什么 所以这种事情都不好 还有为伙伴找工作啊 嗯我们有时候很好心嘛 哎呀他现在没工作 我那时候团队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我为 哎呀帮他找到一个工作 他可以安心来做安逸 实际上这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啊 基本上 我也帮找过工作 找到工作以后人就消失了 知道吗 这种事情很多的啊 所以我后来也就不去抄这本心 嗯 抄这本心很累 那介绍生意 其他的生意 那是更 更不可以了 对吧 不能做 那你这不是猜强吗 对吧 啊 还有设计金钱和情感 情感就是男女之间的啊 是我们团队啊 没有这样的事啊 很幸运 因为女性多嘛 对吧 啊 还有设计金钱这方面 对吧 不要有什么 这种方面就是说 嗯 借贷关系啊 还有就是说 因为特殊情况嘛 对吧 我们也可以理解 但是呢 嗯 不要过多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啊 有的人还有就是说 我知道的就是说 还有什么 投用 介绍他去用钱 投那个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 这种都不 不要去这样做啊 所以要专心专注的做好 我们现在的工作啊 还有绝对不允许介绍对象 不允许介绍对象啊 有时候我们讲 我们一个团队的嘛 有什么关系嘛 对吧 自己团队的介绍介绍 没关系 大家都是年轻的 哦 我曾经也会脑袋里 好像是哦 大家都是一个团队 也没关系 又不是啊 肥水不外流 我们会这样想 这样后面 嗯 一般都会很 就是说很糟糕 对吧 人也没了 哎 谈恋爱去了 你早也找不到了 对吧 嗯 那还有呢 呃 如果是部门之间的话 就很容易造成 后面 就会发生后面很多 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啊 那如果是在这个之前 有发生这样的原因交叉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也要咨询 并遵守领导人的意见 那请务必 咨询和遵守领导人的意见 不管是 你已经发生了 比如说已经发生了 你也要咨询一下 现在因为讲到这个问题 大家啊 想起来了 哎呀好像 那什么什么 也有这样情况 对吧 那现在已经发生了 怎么办 还是要咨询 遵守领导人的意见 好吗 嗯 我们一定把这些 在从事的时候 一定就是说 做的单纯一点 越单纯也好 团队关系 越单纯也好 嗯 实际上要谈恋爱 到外面谈 也可以 所以交叉问题的 还有个第八 其他没有涉及到的原因 具体 请咨询您的领导人 就是说 我们现在讲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如果没有涉及到 你现在所遇到的问题的话 你不知道以什么方法 来解决的话 一定找你的领导人 咨询一下 不要自己去做 就是说 盲目的去做决定 好 团队中出现交叉现象 要大力创导彼此推崇 严禁彼此攻击 顺子诋毁 人与人之间信任 建立是最难的 总是会有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思维 视角会让领导人 在前进的过程中 对老师或者伙伴 心诚疑虑 要坦承 表达心理的想法 不满 顺子愤怒 目的只有一个 大家能齐心协力 同舟 供给此向远方 这段话 大家也知道 建立性的关系 不是很容易的 是比较难的 但是呢 我们呢 要大力倡导彼此的推崇 不要去彼此攻击 顺制诋毁别人 对吧 所以实际上这个事情 不光在我们自己团队 在与其他团队 之间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前面不知道 那不算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我们就要做一个比较规则的 遵守这些规则 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样会产生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 不相信领导人 对吧 都有 都会这样 一定坦诚 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大家提醒协力 同舟供给 对吧 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 这是我们在这个环境中 最想做的是 我们要专注这样的事 千万不要分心 被其他的事情 现象 切记切记 任何时候 神经末梢的落影落线 或有或无的声音 都不要影响团队 领导人之间的信任 这句话也很重要 任何时候 我们神经末梢不要太敏感 有时候或影或线 或者哎呀 听某某某人说你 怎么怎么 听某某人说 好像你这件 那也怎么样 对吧 实际上有的人是 有敌放肆 对吧 那有的人是 没有意识当中 在讲的一些话 但是呢 你会听得不舒服 会对某个领导人产生 那个不好的想法 或者讲这个人 怎么这样 对吧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去 受到这样的影响 一定 就是说 遇到这样的问题 去沟通 或者咨询 而不要自己 来产生这样负面的想法 好吗 因为领导人 之间的信任 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有信任 我们才能在一起 合作 一起配合 好吗 我们团队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建立一个 全国性的市场 过去通过大家的努力 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 全国性市场的格局 对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我也确信 随着这一轮的爆发 我们的梦想将会实现 为了资源共享 团结是第一位的 请大家务必遵守规则 凡不遵守的 我们看是没有处罚权 好像我们看是没有处罚权 但是我们保留 违反者是否享有 享有资源 共享的权利 严重者上报案例公司处理 看见没有 非常的严格 我们因为怎么资料 也不可能共享了 对吧 他这个权利就没有了 所以团队是只有 有一个梦想 就是建立全国性 我们呢 也是要建立一个 全日本性的市场 所以我回来以后 还要跑地方市场 继续建立一个 全国性的市场 我们在东京 我们建立全日本的市场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的一个 共同的梦想 因为我们已经在做了 对吧 所以我们要继续在做 好 通过我们大家的路 我们肯定可以建立 一个全国性市场 就像中国案例通过 王鲁言老师 他们很多领导人 崩破全国各个地方 已经建立起来 全国性的市场 给我们提供了 最好的什么榜样 和提供了最好的 那个后花园嘛 对 我们如果在国内 有什么新朋友 或者什么 就很容易跟进 很容易在当地的市场 进行学习 传加学习 所以我们定要对 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定要确信 随着这 这一轮的爆发是什么 因为在这次 我在听他 王鲁言老师 贝老师 他们在讲的 中国的安利市场 去年 2021年 现在2022年 整个市场的发展 是往上走的 是往上走的 但是在这个里面 最最发展 最稳定的是 耶歌团队的市场 其他团队有起起落落 那整个市场 中国的整个市场是 百分点都是往上走的 但是里面还有各个团队 各个团队里面的 就是说最稳定 组步成长的 就成长的 扩大的 是耶歌团队 大家感到自豪吗 非常的自豪 那我们也是其中一份子 对吗 我们现在虽然在日本 但我们要成为 日本安利公司 整个市场 发展的最稳定的市场 肯定的 一定要相信 好 那就是团结是第一位的 大家一定要 务必一定要遵守 怎样的规则 不遵守的话 会得到很严厉的 什么 惩罚的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到 只有这样 我们团队才会发展的 更稳固 更坚定 更团结 更朝气蓬勃 对吧 这是我们的船 这是航空母舰 这是我们的船 让我们团结共进 一起努力